有些患者会跟我说 他妈妈跟他说 都是你小时候一直去拉 所以变长 我不觉得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我们最简单讲 就是有毛发的是大阴唇 没有毛发的是小阴唇 那小阴唇是紧连着阴道 延伸出来的部位 大阴唇的部分的话 大部分会有的困扰 倒不是太常试 可能有点萎缩 就有些女生 比方说是随着年纪 或是体重减轻以后 大阴唇会有萎缩的现象 所以大阴唇会变薄 那小阴唇比较会容易有过长的问题 那跟卫生比较相关的话 可能是跟小阴唇有关 因为小阴唇如果过长的话 会导致这两边中间的沟槽 清洁不容易 然后有一些分泌物导致有一些异味 一般来讲小阴唇 它会从阴地往后面延伸 它正常来讲宽度 离沟槽大概差不多0.6到0.8公分 可能一公分之内 我们觉得这个宽度都是OK的 那也有一个频段标准是 如果当女生腿是合拢的状态的话 小阴唇不会突出于大阴唇 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但是对于有些人 他的小阴唇会突出大阴唇 这可能合并 比如说小阴唇太长 就是宽度太长 或者是呢 甚至有一些患者他的问题呢 他小阴唇像一个蘑菇一样 有个细细的饼 然后做一块坠肉 这种也是有的 那像这样的话 就会影响蛮多摩擦的困扰 我刚刚讲到清洁啊摩擦 甚至有些人会在上面 还会有一些青春痘的问题 这都是有会发生的 小阴唇的一些过场的问题 如果说只是摩擦 或是刚刚讲卫生 这是一部分生理的因素 但是对有些客人来讲 它是一个蛮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就是觉得小阴唇颜色比较黑 或者比较长 是在性行为上比较平凡的女性 但是以我们临床经验来看 完全不是 有些女孩甚至还没有性经验 她可能就有一些小阴唇过长 或颜色就色素沉淀的问题 所以像这样的女孩 对于这个的话 可能会被男扮女 就产生一些质疑 她觉得很困扰 所以会来做这样的手术 这几年我们导师发现 健身的族群 真的是变多了 可能是因为小婴儿比较长 导致她的一些 譬如飞轮 或是一些运动 会导致她下体有点卡 摩擦不舒服 所以这样的患者 在这几年是有变多的 如果说是女童或是小婴儿 当然不会有这方面问题 但是在青春期 就是荷尔蒙作用之下 如果有些人体质上 她会过长 她就会慢慢地变长 有时候也不是同侧 然后常常也都不对称 有些是一侧完全正常 另外一侧比较多 这个大概都是青春期到二十出头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这样的困扰 这好像是无从避免的 因为她并不是真的说跟摩擦 或是一些刺激有关 有些患者会跟我说 她妈妈跟她说 都是你小时候一直去拉 所以变长 其实我们在真的看到这么多的患者 我不觉得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当然她有兼具这个功能 但是其实像我们人坐着的时候 大婴唇也是一种缓冲 因为我们坐着会直接压到这边的池骨 我相信会不舒服 她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可能不一定是她的主要功能 一个是年纪变大 然后脂肪有点流失 另外一个的话是 有可能是比较胖的人 突然瘦下来以后 她的那块的脂肪的流失比较严重 所以减重或年长都有可能 外观上的话 有些人是变薄 我觉得变薄没有关系 但有些人会真的像是皮肤这样皱皱的 因为你可以想象 本来是比较饱满的大婴唇 然后她可能会变成皱皱的 甚至有一条一条直纹的皱纹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对外观上比较不好看 她可能会借由一些 修皮的方式来解决 那那边也可以通过打填充物来吗 可以 但是呢 这边的填充物通常 从货率不会算是非常的好 因为主要是我们每天都一直压迫着她 所以不管打任何的填充物 再打的可能性都不一样的高 那有雷射可以做吗 可是雷射不会让它变饱满 如果说要让它变饱满的话 一定是要打东西进去了 覆盖是我们阴地的这个部分 我们叫它阴地包皮 这是一个示意图 但是我们临床上看到的八成到九成的女性 其实阴地都是被阴地包皮给覆盖住的 那嫌少有人是直接像这个示意图一样 阴地是直接露出来 通常呢如果说阴地包皮过长的患者 我们也不建议直接在包皮上手术 因为包皮上手术的话 那个手术发含性文化的过程 如果导致阴地本身的刺激到阴地的话 也会相当不舒服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脱盖手术 就是把盖子打开叫脱盖手术 是从比较上面去做的 那这样子的话 大概是适合真的严重阴地包皮覆盖的患者才会需要的 但是如果说是正常的 一般来讲手上的剥开阴地就露出来 这算正常的阴地包皮覆盖 这并不需要手术 以卫生的这块来讲 通常不建议女性去把阴地包皮打开去清阴地周边 我们临床上看到真的会有分泌物的 也不是这个区块 比较多都是在沟槽 或者是这边跟一小阴唇中间这个三角的区块 所以我的建议是 以清洁的角度来讲 不用特别去把它打开清洁 因为我想这对周边的刺激也会太大 导致旁边的沟槽清洁干净会比较重要 我们比较常碰到的是 阴唇过长 但它延伸到上面 这个我们有一个俗称叫阴地腹皮 这个部分很过长 这可以的确可以去修剪 但是很少是阴地包皮本身过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